轉眼間2023年上半年已經過去 那麼不知道你之前訂下來的2023年新年計劃 現在執行成怎樣呢? 那麼如果你現在已經完全放棄了執行 都不用氣耐 因為大多數人其實都跟你一樣 有數據顯示 世界上92%的新年計劃都會失敗 每到新年 大家都會志氣滿滿地列出計劃 相信新的一年能夠成就一個全新的自己 但是100%的開始 卻只有8%的人能夠成功 不過我今天不是來安慰你 而是來跟你分享一些秘訣 等你在盛下來的下半年時間裡面 將你已經放棄的新年計劃完成 我最近讀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叫完成 這本書是《紐約時報》的暢銷書 作者的名叫做《喬因那卡夫》 他已經寫過很多書 其中有一本叫做《開始》 主要是講怎樣開始一件事情的 按這本書出版之後 作者就不斷收到讀者的禮訊 大多數人都是問他同一件事 為什麼我能夠開始做100件事? 但是就做不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呢? 為了幫助大家解決這個有頭無尾的難題 阿卡夫就舉辦了一個線上課程 叫做《30日挑戰任務》 專門幫助大家怎樣在30日內完成計劃 這個線上課程非常的成功 大部分參與者學完之後 都在30日之內完成了自己的計劃 而且出人意料的是 參與者完成了線上課程之後 還會持續進步 在之後的工作計劃裡面 完成率都高了很多 按完成這本書 其實就是作者在這個線上課程的基礎上 總結了幾千人的成功經驗之後寫出來的 書裡面一共介紹了完成計劃的八大秘訣 這八個秘訣分別是 第一,接受不完美的開始 第二,將計劃的目標減半 第三,要有所得先做捨棄 第四,因為有趣才能夠堅持 第五,破除逃避目標的陷阱 第六,脫離拖住行動的潛規則 第七,用數據對抗疲憊的情緒 第八,不要害怕接近終點線 按下面,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一下這些秘訣 先講第一個秘訣 接受不完美的開始 很多人制定好計劃之後 都想有一個完美的開始 所以他會在開始計劃之前 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而且一旦開始的時候 出現了什麼瑕疵 他往往就會重新開始 或者潛趣就將計劃放棄 這麼大多數時候,執行不到下去 聚灰禍手就在這裡 作者說,我們知道 千萬不要想著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 再開始執行計劃 現在就是最好的開始時刻 如果你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好再開始 那麼你期望的完美開始 可能永遠都不會來臨 那麼另外,你都千萬不要相信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我們大多數人其實都被這些雞湯欺騙了 雖然開始的確是很重要 但是開始並不是我們的目標 完成計劃才是我們的目標 很多人為了有一個完美的開始 就會給自己找一堆藉口 比如等我想好怎樣收納雜物 我就先去執房 等我找到合適的健身房 我就開始健身 等我賺夠足夠多的錢 我就去旅行等等 但是這個等待永遠都等不到 其實等我準備好 是拖延症患者最常用的一個藉口 禁有了這個藉口之後 我們往往就可以深安理得 禁回避即將面臨的困難 因為無開始 都就意味著不會失敗 但是實上 執行計劃 根本就不需要做這麼多的準備 想健身 住跑鞋就出門 想執房 現在就開始執書桌 想旅行附近的景區 weekend就可以出發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麼無準備好無關係 踏上開始的第一步 很多東西自然就順理成章 作者就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在三十日挑戰任務的課程中 表現最好的參與者 往往不是我們想像這樣 有紀律會高效管理時間的人 都不是那些堅韌不拔 能夠吃苦耐勞的人 而是那些完全無壓力的人 這種人不強求自己每一日都過得完美無缺 都不強求自己每日都精準計劃 但是他們往往能夠將計劃堅持完成 而不是半途而廢 作者通過這個現象總結出一個道理 在執行計劃的時候 強迫自己追求完美 並不是正確選擇 妥協先能夠堅持到結束 而請你猜一下 在三十日挑戰裡面 最難堅持下去的是哪一日 是不是三分鐘熱度完了之後的第四日 還是計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令人覺得疲憊的第十五日 或者是精疲力盡的第二十三日 其實都不是 你肯定猜不到挑戰三十日最困難的 其實是第二日 大多數的退出者 都是開始後的第二日就放棄了挑戰 這個令人意外的答案背後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現象 就是大多數第二日就放棄的心育者 都有一個完美的第一日 但是當第二日 做不到第一日那麼完美的時候 參與者就選擇了放棄 所以很多時候完美的開始 帶來的反而是退場 那麼執行計劃需要長年累月的堅持 而放棄計劃呢 只需要一致的中斷 所以當你問人家 為什麼放棄目標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用類似的理由 比如說 我實在是太落後了 無辦法反到正軌 我突然有些突發的事情發生 無時間執行我的計劃 我覺得我做的及不上人 所以索性不做等等這些理由 概括成一句話 就是當我無遵守原定計劃的時候 我選擇了放棄目標 所以不單止是開始 在執行計劃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了不完美的紀錄 很多人都會放棄整個計劃 這個是大家面對錯誤的普遍粉營 那麼錯過了一日的節食 就棄了整個減肥計劃 一日無寫作 就把整本書的書稿都收起 掉了一張收據 就放棄了一個月的消費記象計劃 這個時候完美 其實就是完成目標的敵人 所以我們應該始終以完成目標為標準 而不是以完美為標準 那麼我們再反到你今年的新年計劃上面 你可以想想你今年放棄執行計劃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有一個不完美的開始或者過程呢? 一次加班就放棄一年的早起計劃 一次感冒就放棄一年的健身計劃 一天的偷懶就放棄一年的學習計劃 那麼不理你當初選擇放棄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都是時候將放棄了的計劃重新開始 你可能會說我都已經浪費了半年的時間 現在才開始做任務 到年底都無法完成計劃無關係 這本書裡面的第二個秘訣可以解決你的顧慮 那就是將計劃的目標減半 當你在年初寫下計劃 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等於是和自己做了一個承諾 你對自己的承諾和對其他人的承諾一樣 做到了 你就是一個誠實負責的人 做不到就會損害你的誠信 所以如果你無做到定下來的計劃的時候 就代表你對自己違約做一次 而這個違約次數太多的話 都會導致你開始自我懷疑 令你失去自信 那麼其實呢 做一個誠信的人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要答應自己做不到的事 現在你回頭看看你的新年計劃 有沒有超出你的能力範圍 有沒有高估自己的執行能力呢? 我們在制定目標的時候 經常會犯一個錯誤 用太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結果反而被高標準拖累了 那麼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講的統計入面 會有高達92%的人達不到目標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將目標放大了 設定了一個樂觀 但是就遙不可及的目標 這個現象還有一個專門的名詞 叫做計劃謬誤 這個是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丹尼爾·卡尼曼總結出來的 都是思考快與慢這本書的作者卡尼曼 他對計劃謬誤的解釋是 在預測完成一項任務需要幾長時間的時候 大多數人都是樂觀主義者 會大大低估所需要的時間 你還記得在大學的時候寫畢業論文嗎? 你當時的實際完成時間 是不是遠遠超過了你的預計時間? 心理學家羅傑比勒做過一個調查 他要求學生預測 在最好和最壞的情況下寫完畢業論文 需要的時間 禁學生平均估計要花34天完成 但事實是他們平均花了56天才成到畢業論文 幾乎是預期時間的兩倍 我們往往指向遠大 但可惜的是能力有限 還記得黃建林那句很有名的說話嗎? 很多年輕人都有想做首富的目標 這是對的 但最好先定一個小目標 比如說我先賺他一個億 因為一個億對我們普通人來說 依然是遙不可及的 所以我們經常拿這句話來笑 其實黃建林說這句話是有預警的 我們誤解了他的談話對象 一個億的小目標 不是說給普通人聽的 而是說給那些已經具備了能力 能夠賺到十個億的企業家聽的 賺一個億只不過是他們的起步 其實我們每個人能力都不一樣 那無論是賺一個億還是一萬元 關鍵是要量力而行 這個就是黃建林說的小目標的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看自己的新年計劃 有沒有做到量力而為 是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目標呢? 如果大多數的計劃都是高標準 無給自己留一些緩和的餘地 那現在就拿起支筆 將你的目標計劃減一半 那例如說原計劃到年底要徵讀一百本書 那現在改成五十本 原計劃到年底要跑完一次全程馬拉松 現在改成跑半馬 在三十日挑戰任務的在線課程裏面 當任務進行到第九日的時候 作者就要求參與者將他們的初始目標減去一半 那是因為作者發現參與者在制定初始目標的時候 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低估了完成的時間 而當他們無達到目標的時候 就會覺得沮喪 甚至直接放棄了整個計劃 那這種現象呢? 在生活裡面都很常見 例如一個人計劃減肥十公斤 那如果只減去八公斤體重 他就會認為自己失敗了 但是如果將目標改成五公斤 那麼減去八公斤體重 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而獲得成功的挑戰者 就會有更大的激情去執行下一個計劃 那作者都發現了將目標減半的參與者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認為 他們覺得比以前更有動力 渴望可以盡快實現目標 取得成功 那不過呢? 你都可能會說將目標減半 其實不是自欺欺人嗎? 如果你這麼想 那你可以再回憶一下我們講的第一個秘訣 為什麼說完美的開始是頑強的敵人呢? 其實就是他搞錯了計劃的目標 你再想一想 那麼我們制定計劃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始終都是通過完成計劃 令自己得到成長 那麼如果實現不到這個目標 制定計劃就是無意義的 那麼反過來如果將目標減半 能夠令我們獲得更大的成長的話 那麼目標減半不就是一件好事嗎? 所以和接受不完美的開始一樣 在實現目標的過程裡面 將目標減半都是對目標的一次妥協 但是你要記住 妥協不是認輸 而是完成目標的需要 是激勵自己執行下一個計劃的動力 那麼怎樣都好 都有人可能會問 有些目標是無法減去一半的 那麼怎麼辦呢? 例如說考試成績 我申請的學校要求7分的成績 可是如果我只考6分的話 就無辦法達到要求 是的 這些目標不能夠減半 但是不用急 作者還有一個小缺竅 如果你無辦法將目標減半的話 你可以將預期完成的時間擴展一倍 例如說3個月要考到7分的目標 太過困難的話 你可以將完成的時間擴展到6個月 延長時間的最壞結果 是你可能會錯過這個學年的學校報名時間 但是你可以申請下一個學年的報名 你和自己權衡一下 是推遲一年去心儀的學校讀書好 還是直接放棄考試好呢? 那麼好 講完了第二條秘訣 將計劃的目標減半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秘訣 要有所得得先做捨棄這個秘訣 看起來和目標減半有點像 都是寫起一部分再得到一部分 但是不同的是 第二個秘訣是針對計劃內的任務 而第三個就是針對計劃外的任務 你都可以將它理解成一條 關於時間管理的秘訣 你可能都有這樣的感覺 每日都在忙忙碌碌 疲於不命 那麼除了工作之外 好事都找不出什麼時間 去執行自己的計劃 那不過呢 作者認為 不是你的時間不夠用 而是你沒有將時間安排好 所以計劃完成不到的時候 首先不要抱怨時間不夠用 而是要來看看我們的時間 到底用了在哪裡 你可以試下很詳細地 記錄一下自己每日做的事情的時間 如果你嫌不記錄時間太麻煩 有個更簡單的辦法 打開你的手機 看一下手機上各種APP的使用時場統計 這麼有數據顯示 我們每個人打電話 聽音樂 玩遊戲的時間 每天大約有3個小時 會花費在手機上面 你查完時間之後 就會發現 真是不是危言聳聽 每個人花費在手機上的時間 都遠遠超過了自己的預期 所以 我們管理時間的第一步 就是要從減少手機的使用率開始 作者曾經問過很多企業家一個問題 你在什麼情況下工作效率最高 結果答案出奇地一致 在飛機上面 那為什麼在飛機上效率更高呢? 原因有3個 第一 你只能夠帶有限的工作上飛機 無其他事情打要你 第二 任務完成的時間 有一個明確的截止點 飛機到達時間 就是任務必須完成的時間 第三 就是飛機上無網絡 玩不到手機 所以作者建議 當你抱怨自己無時間執行計劃的時候 你可以人為製造一個飛行環境 關閉網絡 捨棄其他任務的干擾 一段時間只做一件事情 和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那麼事實上 關閉網絡都無你想像那麼可怕 如果有緊急的事 人家肯定會直接打電話找你 那麼短訊上的消息 其實都是可以等一等再處理的訊息 你不需要成為短訊的奴隸 所以第三個秘訣 其實說的是 要注意自己的時間 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麼清理前正 其他無聲無息侵你時間的事情 就是要有所得 先做捨棄 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來說第四個秘訣 因為有趣才能堅持 那麼很多人 一想到目標計劃這些詞語 或者下意識就會聯想到紀律 痛苦 鬥爭 堅持 挫折等一大堆審墊墊的詞語 那麼就無一個是令人心情愉悅的 就是因為大家對計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感覺 就是實現一個正確的目標必定是困難的 就好像孟子說的一句話那樣 天象行大任於詩人 都必先苦其心治 勞其根骨 但是 作者認為 這個觀點大錯得錯 如果一個人在完成計劃的時候 總是這個感覺 那麼就說明一件事 你和自己定錯計劃和目標 從作者看來 我們為自己不喜歡不看重的事情努力 那麼叫做壓力 我們為自己所熱愛的事情努力 這些先才叫做熱情 對於完成一個目標和計劃來說 熱情的作用遠遠大於壓力 科學家在研究優秀的游泳運動員訓練的時候 都發現 就算是清晨五點半的神組段 游泳隊員都很活潑 開心地大笑交談 非常享受練習的時間 你根本看不到運動員早起的痛苦 他們都並不認為自己為訓練做出了犧牲 這些是他們能夠成功完成訓練計劃的原因 而不單單是教練的督促 所以當你選擇目標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你熱愛的事 因為你仰造起來先最有趣 你都先最有動力堅持下去 那麼如果你必須要選擇一個目標 但這個目標又不有趣 那麼該怎麼算好呢? 作者給出的建議是 如果目標本身不有趣的話 那麼就將執行的過程變得有趣 比如說你的新年計劃是減肥 但減肥並不是一個有趣的目標 但是你可以選擇有趣的減肥過程 如果你不喜歡跑步減肥的話 那麼你可以選擇跳舞減肥 如果你不喜歡獨自一個人 在健身室裡面踩動單車的話 那麼可以約朋友去踢球 那麼聽到這裡 你可能會說 我的新年計劃是學習拉小提琴 每日都要重複練習指法 無辦法選擇有趣的執行方式 但無關係 作者還有一個小決策 在你執行計劃的過程中 可以給自己增加一些獎勵 或者營造出一種你喜歡的氛圍 這些都會令你的心情變得很愉快 例如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每日都要用幾個小時的時間 坐在書台前面 他每次都會點燃香薰蠟燭 這樣他就會聞到雪鬆味的悠香 就置身於寧靜的大森林裡面一樣 這個時候作者就會覺得 寫作的過程其實是挺享受的 那麼當然 你都可以在每次完成計劃之後 給自己一個小獎勵 例如說完成計劃之後 就去看電影 吃個大餐之類的 總之 令自己感覺到完成計劃的成就感 心情就會愉悅很多 那麼將這個計劃完成的動力 都會變得更多 那麼到這裡 完成計劃的第四個秘訣 因為有趣才能堅持 就跟大家講完 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來講第五個秘訣 破除逃避目標的陷阱 作者訪談過很多想創業 但最終都放棄了創業的企業家 他們總是會表現出一種擔心 覺得如果自己創業的話 他們就會變成工作狂 那麼就無辦法 全心全意的照顧家人 還很可能會因此離婚 那麼最後 他們就覺得為了工作而放棄家庭 並不值得 於是就放棄了創業 但是這套說法 在作者看來 只不過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這裡 逃避創業這個目標 為了家庭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是多麼崇高的犧牲 這種自我犧牲的感覺 就好像一個自我陷阱一樣 很容易令人放棄目標 變得縮手縮腳 那麼作者 還舉了一個自己的例子 他這個人最討厭回覆電郵 但是他經常發現 自己開始寫作的時候 總是會先打開郵箱去整理郵件 因為整理郵件 而沒有完成當日寫作計劃的時候 他就會安慰自己 我無浪費時間 我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面 這個時候 整理郵件就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令作者覺得 自己無完成寫作任務都是應該的 那麼其實 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生活中非常常見 每當我們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時候 就會有一千個理由 跳出來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要練字的時候 就會忽然發現台上面有灰塵 你要做PPT的時候 忽然想起電腦 好耐無清理 總之 大腦總是會在你準備高度專注的時候 開始人由你分散著熱力 因為對大腦來說 專注意味著消耗更多的能量 意味著更疲累 所以他總是會找出一些不用用腦的小事來拖著你 推遲你專注用腦的時間 大腦他會狡猾那麼安慰你 說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必須做的 你不好有扶舊感 你一直都在忙碌 這樣的藉口 所以我們想要高效地完成目標 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 就是不要上大腦的檔 要直面大腦逃避目標的藉口 只有你識破了這些藉口之後 你才可以集中注意力來完成任務 這個是完成計劃的第六個秘訣 按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完成計劃的第六個秘訣 採開拖著行動的潛規則 按什麼是拖著行動的潛規則呢? 講白點就是你的慣性思維 都就是你從小以原目染形成的一地既定觀念 那些觀念你平時可能意識不到 但是他們會再潛移物化感對你施加影響 例如說作者小時候 就受到了父親的影響 他的父親是一名牧師 總覺得擁有財富和成功是一件罪惡的事情 因為受到這個觀念影響 有一段時間 作者總是在無意識中 低足財富和成功的概念 導致很多計劃在進行的時候 總是會有打退堂鼓的消極想法出現 很多事情都無法用到全力 那除了人的影響之外 你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都會在無意識中影響你的判斷 比如說有句俗話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都怕醒 這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 因為過去的遭遇 產生的慣性思維 一個被蛇咬過的人 在以後的生活中 只要看到醒這樣看起來像蛇的東西 都會不去判斷 直接把醒當成是蛇 然後快速閃開 防止被蛇咬 這種現象就是被過去的慣性思維拖住了 現在的行動 雖然我們在平常的生活工作裡面 不會像十年怕醒那麼誇張 但是還是會經常被過去的思維習慣拖住 見到類似的東西 就會不加思索地做出決定 比如說以前如果你都努力做過一件事 但是做完之後都沒有什麼成效 那麼這件事完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自己可能只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下次遇到同樣的機會 就會放棄努力和嘗試 那麼就等於慣性思維拖住了你的腳步 那麼我們怎樣才可以鎖開這些慣性思維呢? 那麼就要從慣性思維起作用的原理講起 慣性思維和正常思維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影響我們想法的時候 正常思維會通過大腦獲取的訊息 進行自我判斷然後再做出決策 但是慣性思維會直接省略自我判斷 這個步驟直接沿用以前的判斷做出決策 所以要想鎖開慣性思維 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對任何事情 都有自己明確的判斷 遇到熟悉的場景都不要太早下結論 要始終有空杯心態 那麼另外 我們平時都可以訓練自己的思維 令自己更加靈活地對待周圍的人同事 而且要多嘗試一些新的方法 追求新的高度 不能夠因為以前怎樣 現在就認為自己只能夠怎樣 那麼好 說完了 完成計劃的第六個秘訣 鎖開拖著行動的潛規則 我們再來看第七個秘訣 用數據對抗疲憊的情緒 在講這個秘訣之前 我先跟你講一個故事 當你在一間漆黑的房間裡面 點燃蠟燭的時候 第一支蠟燭會將你從黑暗帶入光明 第二支蠟燭會將房間照得更光 第三支蠟燭會持續加強亮度 但是不會像第一支蠟燭一樣 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支 第五支蠟燭點燃的越來越多 你能夠感覺到光明就會增加得更少 那麼等到你點燃第十五支蠟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房間裡面的亮度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那麼第十五支蠟燭和第一支蠟燭一模一樣 但是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這種現象就叫蠟燭效應 都叫邊際遞減效應 這個效應講的是 蠟燭帶來的光量不是一加一簡單類加的總量 而是越加效果越小 你養逐漸遞減的增量 那麼其實我們做任務的熱情都是符合蠟燭效應的 新年計劃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般新鮮感十足 每日鬥志滿滿全力投入熱情 這個時候我們的情感體驗都是最為強烈的 但是第二日做任務的時候 熱情就會消減一些 第三日就會更平淡 這樣繼續下去 你做任務的時間越長 情感體驗都會更加的少 那麼整個計劃都慢慢變得乏離 那麼直到最後 你甚至意識不到做完任務對自己有什麼變化 這個時候你對計劃的沮喪疲憊感就達到了頂峰 那麼比如說如果你的新年計劃是跑步健身 那麼剛開始的時候你一小時能夠跑六公里 一個月之後你一小時能夠跑八公里 很厲害你的跑步速度提高了 你很興奮堅持跑下去 那麼兩個月之後呢 你的速度從一小時跑八公里又提高到一小時跑九公里 但是花了兩個月才提升了一公里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沒有那麼興奮 而且再過一個月 你就會發現你的速度依然是一小時九公里 再增加不到上去 那麼一旦停止進步 你的情緒好可能就會低落 這個就是蠟燭效應起的作用 那麼有無辦法改善這種現象呢? 令自己感覺無那麼疲憊呢? 作者推薦了一個好的辦法 那就是當你消沉的時候 看看你正在不斷上漲的工作數據 這樣你就會獲得新的力量 就拿跑步這件事來說 你可以換個角度來思考問題 那麼雖然幾個月之後 你跑步的速度不再提高 但是你跑步積累的旅程就越來越長 這樣只要你能夠堅持穩定的跑步速度 每日完成跑步計劃 那麼你每日看到自己總共跑了有多遠的數據 就是一直增加的 那麼你看到這個數據 就知道自己一直都在這裡進步 自己都就不會再嘴唆 那麼其實現在很多的APP上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行路步數統計的功能 那麼很多人注意到這個功能之後 就會每日去查一下自己的行路距離 走遠一點的路 這個就是數據起到的作用 那麼作者認為人的情緒會說謊 但是數據不會 所以當你的計劃令你沮喪失落的時候 那麼你就去看看自己的數據紀錄 你可以看到你練琴的時間在這裡持續增加 你讀過的書都越多越高 這些數據不單止記錄著你的成績 還可以幫助你獲得新的力量 令你更好禁完成計劃 這個就是完成計劃的第七個秘訣 用數據對抗疲憊的情緒 那麼最後我們再來看八個秘訣 都就是最後一個秘訣 不要害怕接近終點線 你可能都經歷過這麼的一種情況 當你一心一意地專注於某個目標的時候 通過自己的努力 令自己的目標更接近終點的時候 你會突然覺得害怕 那麼害怕些什麼呢? 一是怕無一個完美的結局 二是怕目標完成了之後 自己接下來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那麼比如說作者在看哈利波特系列書籍的時候 到最後一本書的幾十頁他就不敢看 因為他擔心結局不夠精彩 所以他就虔趣將書吸合他 再都無翻開過 那麼作者還有一個藝術家朋友 他經常在化完成作品的時候 控制不到字耳的張雕像打碎 就是因為他怕自己的作品還不夠完美 那麼作者還認識一個人 他上了六年的大學 換過兩次專業轉了六間學校 但是每次在畢業的時候 就故意考試不合格 以確保自己不會畢業 因為他害怕自己畢業了 就會無事情可以做 那麼其實呢 我們在計劃快要完成的時候 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顧慮 那是因為當你未做完任務的時候 你總覺得自己能夠控制著結果 但是一旦到了計劃結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些結果 並不是你能夠控制的 這個時候你就會對未知的結果 產生恐懼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換一個問題問自己 不要問自己完成了目標 以後怎麼算好 而是要問自己為什麼不把任務做完呢? 不管什麼時候都要誠實地面對自己 想想自己完成任務能夠得到些什麼 而不是沒有完成任務會失去些什麼 不管怎樣都好 你的努力都需要一個結果 同時你都需要給自己的承諾一個交代 在你完成對自己的承諾之前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對自己 順手承諾之後 會給你帶來幾大的滿足和收穫 所以大膽禁完成計劃 完成就是給你自己最大的禮物 這麼好 這本書就全部講完了 圍繞這本書 我給你介紹了八個完成計劃的秘訣 它們分別是 第一,接受不完美的開始 第二,計劃目標減半 第三,要有所得先做捨棄 第四,因為有趣才能堅持 第五,破除逃避目標的限證 第六,鎖掉拖著行動的潛規則 第七,用數據對抗疲憊的情緒 第八,不要害怕接近終點線 如果你已經放棄了自己 在年初制定的新年計劃 你現在就可以用這八個秘訣來繼續完成計劃 我們下次見